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李永乐老师 之前我们讲了几期关于万有引力的话题 有小朋友就给我提了这样一个奇葩的提问 他说 如果在地球上两点之间打一个洞 人跳进洞里会发生什么呢 那今天我们就来研究一下这件事 为了研究这件事 我们首先从一个很简单的运动 减斜运动说起 什么是减斜运动呢 我们首先来看最简单的减斜运动 假如有一根弹簧 这根弹簧它的平衡位置在这个位置 但是我拉长这根弹簧 前面连了一个小球 然后把小球释放 此时在弹簧弹力的自动下 小球就会回缩到圆长的这个位置 但是到了这个位置之后 它一直在加速 所以它速度不会变成0 它会继续往前冲 压缩弹簧 压缩到一定时候 它又会停下来 然后再反向运动 如此往复 如果没有任何阻力的话 它就会来回的震动 那么这种震动我们就称之为弹簧振子 而弹簧振子就是最简单的减斜运动 减斜运动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我们以弹簧振子为例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特点 小球会受到弹簧的弹力 弹簧的弹力是跟你的弹簧形变量成正比的 如果弹簧的圆长在这个位置 那么从这儿到小球此刻的位置 这个距离叫x 弹簧的弹力就应该等于k再乘以x 其中这个k叫做进度系数 这个公式就叫做弧克定律 也就是说弹簧伸长或者压缩的越多 它弹力就越大 这是第一个特点 这叫回复力与位移成正比 这个x是你偏离平衡位置的位移 f是你的受力 而k是一个比例系数 第二个特点就是当这个小球在右侧的时候 它的回复力是向左的 但是如果小球跑到左端压缩弹簧了 那么这样的话它的弹力就会向右 所以是回复力与位移是反向的 在这样的一个作用力下 小球的来回振动 我们就称之为减斜振动 减斜振动是一种最基本的振动 它有很多种方法可以进行研究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减斜振动类比成一个圆周运动 这怎么类比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画一个圆 画一个圆 并且让这个圆的半径刚好等于减斜运动的振幅 此刻这里有一个小球正在做匀速圆周运动 那么这个小球的水平分运动其实就是一个减斜运动 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说 当小球在这个圆上做匀速圆周运动的时候 上面的弹簧振子在左右振荡 它们两个总是可以保证在同一条数值线上 就是这样的运动 就是这样的运动 是吧 同样道理 这个小球圆周运动的数值分量 其实也是可以等效成一个减斜运动的 我们可以看成是由一根弹簧连接一个小球 在数值面内上下的振动 上下的振动 于是二者之间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效果 这样的效果 所以其实一个圆周运动是可以分解为两个减斜运动的 或者说两个减斜运动可以合成一个圆周运动 通过这种方法 我们可以计算减斜运动的周期 就是它往复来回一次的时间 具体的计算不给大家推导了 结论就是减斜运动周期和圆周运动一样 那么这个周期应该等于2π的根号下m比k 其中这个m就是这个物体的质量 这个k就是它的回复力与它偏移的距离之比 就是这个弹簧它的进度系数k 好了 我们之前讲过波的问题 假如说有一个波源它正在做减斜运动的 正在做减斜运动 上下振动 这个小球正在上下振动 同时我们让这个弹簧在匀速向右的移动 小球一边上下振动 一边匀速向右移动 那么你知道小球的轨迹是什么样的吗 小球的轨迹就会是这个样子的 就会有一个正弦的情况 这种情况它就形成了一个波 那这就叫减斜波 也就是说如果波源是一个减斜运动 那么这个波源发出的波就称之为减斜波 减斜运动在生活中是非常非常常见的 我们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有一个小鸟在树枝上站着 在树枝上怎么站着 这个时候因为树枝是有弹力的 而且压缩树枝压缩得越厉害弹力就越大 所以这个小鸟会受到一个重力的作用 同时会受到一个弹力的作用 那么这两个力的核力就构成了小鸟的回复力 在运动过程中小鸟存在一个平衡位置 然后它在上下振动就是一个减斜振动 再比如说举个例子 比如说在一个水面上漂浮了一个木块 木块有一个平衡位置 此时它受到的重力mg和它的浮力是平衡的 那么假如我把这个木块往下按一点 浮力就会增大 所以这个木块合力就向上 如果把木块往上提一点 那么浮力就减小 这样的话这木块就往下掉 所以木块的上下振动也是减斜运动 还有一个最典型的减斜运动就是单摆 什么意思呢 一个小球连在一根绳子上左右摆动 如果这个摆动的角度不太大的话 那么小球的左右摆动也是一个减斜运动 它受到了一个重力的作用 这个重力可以分解成两个力 一个力是沿着绳子的力 一个力是垂直绳子的力 而这个垂直绳子的力 就是这个小球往回运动 所以它也是一个减斜运动 根据复列变换 我们其实知道这样一件事 就是哪怕这个运动形式它不是减斜运动 只要它是周期性的 我总可以把它分解成一系列的减斜运动的合成 所以减斜运动就是最基本的运动了 好了 我们理解了减斜运动之后 我们就可以研究一下关于这个地球打动的问题 到底该怎么样去处理了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假如说这是一个地球 我们暂时不考虑地球的自转 也不考虑地球的公转 也不考虑地球密度的变化 而且也不考虑地球里边有岩浆之类的 什么都不考虑 我们就从地球的一端打一个洞 打到另外一端 这个洞非常非常小 好 那么假如有一个人跳到这个洞里面 会有什么效果呢 我们看这个人跳到这个洞里之后 他就会受到地球的引力 就会受到地球的引力 对吧 而且这个引力大小该怎么去计算呢 我们根据物理公式可以知道 此时地球的引力要分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在这个人下方的 这一部分地球质量对人的引力 另外一部分是人上方的 这个外边这个壳它对人的引力 但是我们会发现就是外边这个壳 它的合力其实是0 这个引力其实是0 人受到的引力其实都是里边的这个小球 小的地球给人的 这是通过物理学公式我们可以证明的 好 假设这个小的球半径是r 好 我现在想计算一下人受到的引力有多大 根据外有引力的公式 外有引力等于g乘以大m 这大m是里边那个小球的 小的地球的质量 再乘以人的质量小m 再除以人到地心的距离r方 那么我们还知道一件事 就是地球的里边的这个部分 它的质量等于地球的密度 再乘以里边这个球的体积 4³πr的三次方 然后我们把这个结果 我们带入到上面这个结果里去 我们看f等于多少 这个是πr三次方 底下有个r方 我就会约掉一个r方 所以结果是4³πrgm乘以r 大家看4³πrgm 大g是万有引力常数 m是人的质量 这个r是地球的密度 这些都是不变的 当人往下掉的时候 唯一变化的一个就是人到地心的距离r 所以我们说此时的回复力怎么着 是不是与它的位移成正比了 回复力与位移成正比 并且指向地心 这是什么运动 这是减协运动 所以这个人会加速到达地心 然后减速到达另一端 刚好速度变为0 然后再反向加速到地心 然后再反向减速到这一点出发点 来回运动就是一个周期了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你的周期是多少 我们刚才根据刚才的公式 这个公式可以计算一下 周期等于2π倍的根号下 m比k 谁是k k就是回复力与位移之比 也就是这里面的3分之4πrho gm 对吧 3分之4πrho gm 我们把这里面两个小m约掉 就会得到2π倍的根号下 3除以4πrho g 就得到这么一个结果 我们发现这个周期 其实与人的质量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它只跟两个因素有关 一个是rho 这个rho是地球的密度 密度 还有一个是大g 大g是万有眼力常数 眼力常数 我们可以把这两个数值带进去 地球的密度是5.5乘以10的三次方 千克每立方米 引力常数是6.67乘以10的负11次方 这么大 我们把这些数据都带进去 最后会算出多少呢 会算出这个周期t是多少 是5077秒 大约是84分钟 84分钟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从这个a点出发 走到了b点 然后再回来一共是84分钟 那你要是从a到b需要多长时间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了 从a到b只需要42分钟 我们在地球上打一个直径 结果从一端进去 然后它就会加速到地心 然后再减速到另外一端 一共只需要花42分钟的时间 我们连飞机都不用坐了 对吧 飞机你从一点到另外一点 你需要好多个小时 十几个小时 但是现在我们只需要42分钟 利用的就是地球的引力 其实也不一定非得打穿一个直径 地球上任意两个点打一个洞 都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在这两个点之间打一个洞 然后我们把人从a点放入 它也会运动到b点 而且它也是减斜的 为什么呢 因为人在运动过程中 会受到一个指向地心的引力 然后我们把这个引力分解 分解成一个水平方向的和一个竖直方向的 竖直方向的这个力 可以靠这个管B的支持力抵消掉 你不用管它 水平方向的这个力也是与距离成正比的 所以它在水平方向依然是减析人动 那这个周期跟刚才算的是一样 5077秒 所以你依然是花了42分钟左右 就会到达b点 所以以后如果科技发达了 我们可以从一个点打一个洞 打到另外一个点 然后把那个管B做得非常光滑 人跳进去就得了 我们就不用开飞机了 是吧 关于这个问题的结论就是这样 大家如果还有什么奇葩的问题 也可以给我留言或者发私信 欢迎大家在西瓜视频和YouTube帐号 李永乐老师里订阅我